一个绳坡的坡形如下图1所示 坡是向右前进 坡长10公分坡数50公分秒 好回答下列问题 图1是原本的坡形 好我们看喔 坡由O点传到P点需要经过几个周期 O点到P点 O点到P点来再次喔 想没有 这样 这样 这里叫一个坡 这里叫一个坡 然后我们刚前面有画过嘛 我们把这段绳子分成4等份 1234 有问题 所以O点到P点的时候 O点传到P点的时候 1234 这样才叫一个周期 这样是一个完整的坡 所以到P点123 只经过三格 只有震动三次 所以是经过四分之三个周期 1234 这样才叫一个周期 现在到P点只有经过123 只经过三 所以是经过四分之三个周期 也就是只有经过三次震幅 第二题 当O点震动到最低点的时候 Q点是震动到哪一个位置 这种题目要判断的时候 一样 你要先判断 这个每个点 它在坡往右边前进的时候 它是要先往上 还是先往下 所以你看 你看是不是这样子 它往右边传递 所以我们画出下一个坡 所以O点 的震动 我们看一下O点 O点如果震动到最低点的时候 O点应该要先往上 从黑色到 灰色 它待会要先往上震动 它是向右传递的嘛 先往上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 这样踩到最低点 所以O点要跑三个正幅 它要跑三个正幅 Q点也要经过三个正幅 所以Q点是 黑色到灰色 它要先往下 再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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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Q点 待会会来到 最高点 了解吗 我再讲一次 坡是向右前进 你要先画出一个向右的坡出来 灰色代表下一个时间点 坡的 位置 好 你画出来之后 这是一个横坡 也就是高低坡 每个点是做上下震动 所以你要判断 它到底是先往上还是先往下 因为是向右传递的 所以从黑色到灰色 它得先往上 再往下 再往下 三个正幅 每个点都会经过三个正幅 所以Q点 也是经过三个正幅 可是Q点 它待会要先往上还是先往下 你不能用猜的 你要看灰色这一条 灰色是在黑色的下方 所以你要先往下 再往上 再往上 所以Q点会回到最上方 所以答案是A 第三题 当坡通过欧点之后 再经过0.05秒 是哪一种坡形 用正幅来判断 我们先来算周期 坡数等于 坡长 除以周期 好现在坡数是50 坡长是10公分 那周期就出来了 所以周期是 10除以5 是五分之一 也就是0.2秒 周期是0.2秒 你经过0.05秒 我们可以算一下 到底是几个周期 全部是0.2秒 对不对 你现在 经过0.05秒 所以这样算出来是 四分之一个周期 四分之一T 你只有经过 四分之一个周期 四分之一个周期也就是 一个政府 好 你只经过了 一个政府 如图尔哪一个 我们来看 只经过一个正幅 只经过一个正幅嘛 O点要往上的嘛 O点在最上方 答案就有B可以 P点已经在上了 一个正幅回到平衡位置 Q点是要先往下嘛 所以Q点到最下方 好所以答案是B选项 好 好 再来如图一喔 T点为0的时候 那0.1秒 是什么波形 那0.1秒的话是这个两倍嘛 所以这个是两个正幅 他经过两个正幅 两个正幅怎么跑 O点怎样 再先往上嘛 上再下 所以O是在平衡位置 P呢 往下 再往下 所以P点在最低点 Q点 Q点是先往下的 往下 再往上 所以Q点在平衡位置 所以答案就A 好 最后一题 经过0.15秒 是什么波形 应该是4分之3个周期 一个周期 是0.2秒 所以这个是4分之3周期 4分之3T 要跑3个R 要经过3个正幅 来怎样3个正幅 往上 往下 再往下 所以O点在最下方 答案就有诸符合 P点往下 再往下 再回到平衡位置 Q点是先往下的 往下 往上 往上 所以Q点在最高点 答案是诸 好各位 这一题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了解 因为这是B考题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历届试题 我先放下来 对我来看 我先放下了